这里是白马 白马这边是属于成熟一点的中高档女装 白马这边是有炒货 但是比列相对整个市场来说是少的 他们有些是整个档口都炒货 有些是档口里面部分商品炒货 炒货的意思就是这些批发档口 自己不生产衣服不设计衣服 直接从一个批发市场里面批过来 再批给他们的顾客 这样多了一层中间差价 如果说我们去拿货的时候 拿到那种炒货的话 价格会相对的高一些 有些档口是整个炒货 这样的档口一般都是在这种一楼 一楼这边零售是最多的 而且沿流量也是最旺的 有些档口是部分炒货 有些档口有自己的品牌 一般这种打造这种品牌的话 他们的风格都是固定的 那种受众的年龄也是固定的 所以说这个范围就比较狭窄一点 但是他们所处在的这个 白马皮发市场这个位置 做零售也是很好的 零售能够占不少的份额 所以他们为了抓住这个零售的市场 就会去炒货回来 炒其他就是款式啊 风格跟他们店铺是不太一样的 这样子的话 店铺的款式就是丰富了很多 种类也很多 这边不管是炒不炒货 其实如果你是零售的话 你来这边看上了觉得价位 符合你自己的心理意气的话 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白马一楼它主要是这种日韩风格 年轻一点的款式 调纹下每年都能走一点 但是因为这个调纹是很教人穿的 所以它一般都是没有那么爆 它是能当做平销款式 像这些都是属于比较特别的那种款式了 特别的那种款式 不喜欢撞伤的人就喜欢买这样的款式 这样的款式的话 也是能卖得起价格 白色粉色的这种微酷 竟然春天走得特别好 白马这边的小妹是很热情的 不管你是零售的还是来这边批发的 只要你进去他们店里面就不会要你出来 使劲的给你推销衣服 使劲的给你介绍衣服 薄薄的这种料子 夏天穿的时候特别凉快 这些款式的话 它都是用这种大磨吞 因为这些款式都是要个子很高的人穿 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白马这边的品牌有些也是很出名的 有些档口会有好几个品牌 有些品牌他们只针对批发状